大家好 我是苏惟荣 欢迎收看ET Today行动法庭 我们常常看到新闻上 有一些名人离婚的时候 可以拿到一笔赡养费 到底赡养费是什么 我们民法亲属篇相关的规定又是什么 而这些名人离婚的时候 拿到的钱是赡养费 抚养费 还是夫妻的剩余财产 这几个名词不仅定义不同 适用的情况也不同 我们今天邀请到 专业的家事律师和心理师 来和大家聊聊这些实用的法律知识 马上来欢迎家事律师季冠林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心理师吴佩莹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两位好 我们先来看看民意的故事 请看VC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看完这个马上先来请教一下纪律师 一般民众都是很容易混淆这个赡养费 对 这个还有这些离婚的一些剩余财产分配 是 请问一下到底是什么是赡养费 是夫妻离婚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向对方来请求要一笔赡养费吗 其实这个部分我要讲到几个名词我们先弄清楚 我常常被当事人问的实际上是 抚养费跟赡养费 是两者之间的差异 就是常常当事人来跟我讲说他要赡养费 那我进一步问的时候他才告诉我说 其实他讲来讲去是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抚养费 对 抚养费用基本上在我们法律上来讲 比较多是倾向于就是给未成年子女的 这是一个 然后但是在我们双方夫妻结婚这么多年之后 要离婚其实有三个权利可以请求 其中包括一个就是赡养费 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全 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未付金 是 对 那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 我有剩余财产分配请求全 是 然后都一直以为是说 在离婚的时候我可以分配 就是赡养费 可是实际上在我们法律上来看 应该是优先先处理 夫妻的剩余财产分配 是 必须是我在离婚的时候 我们两夫妻在结婚的多年 结果双方其实结婚在我们法律上来看 就是所谓的合伙做生意 是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家庭主妇在家里虽然没有工作赚钱 但是实际上也因为家庭主妇在家里 帮你把孩子照顾好 公婆照顾好 家事都做好了 让先生能够义无反顾的往前冲 所以我们认为 先生所赚的每一块钱 其实背后有一半是家庭主妇 或家庭主妇的功劳 对 那是家庭主妇有对家庭贡献 对 所以就会讲说 所以我们这里的时候就要看 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结婚就是合伙事业的开始 是 离婚就是合伙事业的结束 这句话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要结算 在这一段你们婚姻存续的期间里面 你们两夫妻总共共同 累积了多少的财产 那唯有是说 这基本上结婚了这么多年 结果你们两拼命把钱花掉 或者经商失败 投资失败 什么都没了 好 那我们没有财产可以分 那但是我们也不可抹灭 不可忽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家庭主妇或家庭主妇 本来只要不结婚的话 他在外面工作职场上 他也许可以按照一般正常广道 去升迁 他可以找到一份属于他的工作 他也会有事业的这样一番事业 他会有一个容紧在 对 那但是因为为了结婚 为了照顾小孩 我们总是要有一个人牺牲嘛 在这种情况之间 他被迫必须从职场离开了 又或者他必须找一个兼职的工作 因为他没有办法再顺利回到职场 那在这段期间所遭受的损害 我们才能用赡养费来补偿 所以我们要讲说 赡养费其实是在 夫妻生产分配 在离婚的时候分不到财产的情况之下 但是那这种情况之下 我已经因为离婚 我没有办法再继续仰赖对方来 就是夫妻之间结完婚 有所谓的夫妻互付抚养责任义务 那本来照道理讲 他如果继续工作继续收入 他就要抚养我 可是一旦离完婚以后 他就不抚养我了 那我也瞬间就失去了一个收入 一个生活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 法律有给了一个所谓的赡养费来补偿 他在这段婚姻期间里面 他因为不能工作 已经或者是减少劳动能力 所造成的一些财产上的损害 这就是赡养费 对 好我们顺着一下 纪律师刚才所提出的一些观念 抚养费他是针对子女来做抚养 那赡养费呢 我们虽然民法有一点点的一个规范 但是应该不是那么够 我们先看一下民法1057条 他一个法源是 夫妻无过世之一方 因判决离婚而陷于生活困难者 他方纵无过世 应给予相当之赡养费 也就是他们必须要是裁判离婚 法院来判决离婚 那必须要无过世的一方 然后才可以请求对方来给付 而且他必须要限于生活困难 无过世这一方必须要限于生活困难 才可以向对方来请求赡养费 就我们民法目前看到赡养费的条文 就这么一条而已 那请教一下纪律师 在夫妻这种离婚诉讼上 法官通常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才会判决其中一方给付赡养费给另一方 那判准给付的这种赡养费的比例高吗 会不会考量到这个婚姻的贡献度 或者是必须要生活到什么样的困难程度 才会给付赡养费呢 其实我常跟当事人讲是说 这一条是看得到吃不到 看得到吃不到 对因为我们在法院实务上 其实很少看到这种赡养费的判决 几乎一千件没有一件 因为必须第一个是你必须是因为判决离婚 陷于生活困难 那判决离婚的时候在法律上面 现在都用的是1052条第二项 其他重大事由 这婚姻难以维持 那一般来讲法官都会认为 婚姻中我们很难说 谁完全没有过失 对任一方都有 这是第一个困境 第二个困境是必须是因为判决离婚 导致生活困难 我常说这种情况之下 只有两种人可以要得到 一种是什么 七老八十 本来就靠先生在养的 然后因为离婚了没有人养 所以才能够养 第二种就是重病在床 因为他基本上平常是靠先生在抚养 一旦离婚后没有人抚养他 他才会陷于生活困难 一般来说正常人 你说得不好听 你好手好手 法官会说你不至于因为离婚 而导致生活困难 所以食物上面真的要拿到散养费 非常非常的困难 而且尤其是如果说 你拿到你那个散养费的部分 因为散养费我们刚刚讲必须是因为 限于 限于生活困难 那就意味着是说 我连我自己都养不起 所以我要养 我要靠我先生 但是现在这个台湾有可能 限于生活困难 重点是在于是 我如果要争取子女监护的时候 我跟法官说我养不起 那我要争子女监护 法官怎么敢把孩子交给你 你如果限于生活困难 你就不能争取监护权 所以我们常讲说 食物上我常跟道士讲 你如果要监护权 拜托你我就没有办法去主张 散养费 因为你等于 这两个相冲突的概念 对因为你等于在跟法官说 你要散养费就是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我必须要靠我先生养我了 那在这种情况 这样你养不活 我怎么期待你去把孩子照顾好 因为子女的最佳利益 我们在监护权上这个概念 因为我们对孩子来讲 坦白讲一件事情 孩子坦白讲 眼睛一睁开 就是要吃要喝要穿要钱 什么东西都要钱 那你这些东西 尤其在离婚婚以后 已经没有人赚钱 你势必要工作 才有办法养这个小孩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如果要征监护权 你又怎么去符合散养费 所以我们才讲是说 这些其实散养费 在我们来看是看得到 吃不到 对 那基于是 那你在实务工作上 真的还没有看到 任何一件判散养费的案件 是有 有 但是前提就是像那种 有什么视觉式调整 他等于是说 离婚婚他本来就有一些 精神状况 他本来就不能期待他工作 然后再不然就是说 其实也就是因为老了 病了没钱了 这种情况之下 但是当然前提还是建立在 对方 因为他对方有能力支付 如果对方也没有能力支付 法院会说他也养不活 那我当然也没有权利 他也没有义务在养你 对 那像这样台湾关于赡养费的规定 看起来只有1057条 民法1057条的规定 那跟国外完全不同 像美国医美法的国家 你看 常常看到很多案例就是 有支付大笔的赡养费 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 是不是支付大笔赡养费 我不敢说 但是我觉得是在国外 他们的赡养费的条件是比较宽的 他们包括一种状态 就是说如果今天离婚了 站在为了子女的最佳利益 好比说我有三个五个小孩 不要讲说三个五个 就是为了照顾那未成年子女 我没有办法去正常工作 然后在我照顾未成年子女 到他真的能够上学的这段期间 那我们觉得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孩子的利益 那妈妈不能工作 或爸爸不能工作情况 那另外一方就应该支付赡养费 让他可以在 孩子没有办法 就等于是说 我可以在家好好地照顾他 让孩子有一个稳定的成年 这个部分人家在国外是很开放的 是 这好像也混淆到 我们的抚养费概念了 对子女来说 我们是在支付抚养费 双方夫妻各一人一半 但国外我所了解到 他们有的还支付到 这个女方在嫁为止 对 他不能这样讲说是抚养费 就是抚养费该付得要付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赡养费 对于夫妻的另一方 先生要支付太太不能工作 因为他必须照顾小孩 那这段期间他本来可以工作 现在因为照顾孩子不能工作 所以我要支付他赡养费 所以这两者 这两者观念不一样 抚养费是针对子女 赡养费是针对配偶 对 钱配偶来说 所以我们在讲说 在国外其实他们的赡养费的条件 是比我们宽的很多 可是实际上我也要说 是不是都拿到一大笔赡养费 我倒不这么认为 我不排除其实有些时候就是 夫妻的婚后剩余财产 对 剩余财产 在混淆在一起中 大家以为是赡养费 其实是剩余财产 而且在国外的时候 据了解很多说 他们的夫妻财产制 是共同财产制 所以到离婚的时候 本来就可以有权利分一半 那只是说 我可以在我一半的范围之内 来选择多拿或少拿 对 所以这些部分 未必是符合所谓的赡养费的规定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教一下 佩颖心理师 那夫妻离婚的时候 常常会面临这种 婚后财产分配的问题 面对这种离婚相关的台判 你认为 就是说对于经济弱势方 和强势方 你各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其实说真的 在我自己的实务工作经验里头 就是因为经济的强势跟弱势 然后来跟我谈的 其实占非常非常的少数 所以大部分可以来跟我谈的 其实他们经济 都有一定的程度 那我自己遇过 比较特别的案例是 他们一直谈不拢 要离婚这就是 所以我反而不会觉得 是经济能力的状况 我反而觉得是心理能力的 强势或弱势 就是你越难去离婚 然后越难在婚姻当中 就是妥协 OK我们谈好了 我们有共事了 我们要分开来的情况 我反而会觉得 他是在心理上 是相对弱势的人 那我遇到的例子是怎样 其实他比较特别是 他真的就是来自于 一个离婚的家庭 所以我觉得 如果在离婚谈判里头 会谈得很不开心的人 有一个部分 也许你可以重新去反思的是 在离婚这件事情 对你的生命而言 它究竟代表意涵是什么 有些人就觉得说 其实离婚就是一个 代表我这个人生 或我的个人的价值也好 或我经营关系的能力也好 其实打上一个非常强烈的错误感 或者是你就是失败的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以至于 他们其实在离婚谈判里头 他们很没有办法去 就是肯定对方所提供的那些财产的提供啦 或者是金钱的满意啦 所以在我这个例子 他其实说真的 他的老公一直想要跟他谈 并且一直也愿意说 那不然每一个月提供给你多少的金钱 你觉得这样OK吗 那你说这个女生 他真的有缺钱吗 他其实真的不缺钱 他自己在工作能力也都非常非常好 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 那你说这个女生是被外孕吗 其实也不是 他们都各自有非常丰富的情感生活 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办法离婚 所以你光是在听这个例子的时候 你其实就会去重新思考 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分开来 他们已经都各自有心仪的对象 却没有办法好好分开来 却巩固着这一个冒合神离的假面婚姻 蛮多这种 社会上常看到这样的新闻 其实我看到了很多是这样子的状态 所以我常常就会思考的是 其实这些人他们没有办法好聚 通常也没有办法好散 有办法好散的人 通常聚在一起的时候都会珍惜 所以没有办法好散的人 其实你有时候真的也要 直视你在婚姻当中 关系相处当中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你可能在关系相处 本身就有非常多的不甘心不满足 然后有很多的怨怼 但是其实你在关系里头的投入呢 你在关系里头的投入 也真的是对方想要的吗 其实常常我都会要大家 开始去思考这些面向的问题 对那像这样子 这男女双方各有幸运对象 为什么不肯分开 对啊那其实就要回到 他对于离婚有一个很强大的阴影 他小时候看到父母要离婚那段时间 很不快乐非常不快乐 你知道父母要离婚其实 而且我遇过好几个都是 父母在离婚的期间 刚好是他们青少年青少女时期 然后那时候他们就被迫要跟阿公阿嬷住 然后被迫要转换环境 然后被迫要接受 你是离婚的小朋友 这些这些所谓的身上的标签 其实对他们来说都有很深的痛苦 所以他们常常把离婚这件事情 跟很强烈的痛苦感 是连结在一起的 他们不觉得分开之后 有能力分开是一种 我有能力再创造幸福的状态 所以其实我最近在看 比尔盖茨他们的离婚 其实我都会觉得说 他们真的是因为钱吗 因为有钱不用担心吗 对还是其实他们相信 我们很知道彼此不能再幸福 而我们有能力 也值得再拥有幸福呢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 闯外一个思维是 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去维持 这样子的假面 而不能直视自己真正 心灵上的需求是什么 那我们一直维持假面 你假面的婚姻下面 其实很多很多的冲突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很多的幸福感 你是获得不了的情况下 是什么让你一直 拉住这个关系 是不是你旧有的伤口呢 是 谢欣女士 刚才今天讲的这个字字句句 我觉得都是在我们社会上 生活中可以体会得到 那我们再来看看 张清芳和谢玲玲 名人离婚的案例 请看VCR 请看VCR 这看到张清芳跟谢玲玲的案子 那要马上来请教一下季律师 这为什么张清芳可以拿到这么多钱 这16亿 那怎么分到这么多钱 那这些女性她们拿到的是赛养费 抚养费 还是剩余财产 其实我在看张清芳这个案件 其实她应该拿到的是 所谓的剩余财产分配情统 剩余财产 对 但是看起来这个宋玄的身价 是150亿 当然不知道是真是假啦 如果是150亿算 她拿16亿也不算多啊 对 不算 真的不算多 真的是芝麻而已啊 是 十分之一啊 是 没错 所以这样看起来 那她们在 而且看起来是调节的过程 相当的顺利 其实我觉得是因为 她们应该是在之前 就已经协调完毕了 但是有可能付款的方式 是分歧或者是怎样 又为了让这个权利能够确保 所以她们才会走法院这一招 来到法院签一个调节笔录 或者是和解笔录的时候 更可以确保 如果有一方 那个签完字以后不履行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直接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 所以我们要讲是说 赡养费本身虽然走法院 要求法官来判决是非常困难的 但是实务上面 法院不排除说 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 是 自行协商是说你愿意给 给多少 而且我们实务上面 在协助当事人做所谓的调节离婚 或协议离婚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就不去细分 这叫剩余产分配 这叫赡养费 这叫健身卫妇金 因为我们也不排除今天 离婚是因为另外一方有外遇 那在法律上面 他本来就这个有过失的那一方 没有过失那一方 可以像有过失就是有外遇的那一方 请求金身上损害赔偿 可是写在离婚协议書上 其实不好看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律师 在协助当事人 双方在协议离婚的时候 我们在很难论述 谁对谁错的情况之下 我们通常都只会写是说 男方女方 男方因给付女方 现在比多少原整 但是呢 我们也会附带一条 所谓就是说 登基个人名下财产 各归其所有 个人债务各支负责 除了本约 另有约定之外 双方均抛弃 对他方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 然后也不能再请求赡养费 或者是精神上的损害赔偿 意思就是告诉各位是说 实际上 法律上面本来就允许 大家可以好聚好散 所以协议离婚 其实是一种好散的方式 而在好散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不要去论述说 这个婚姻中谁对谁错 那我们只是 大家把这个财产分一分 那只是在财产分的时候 不可会言的一件事情 你的一千万分 跟一亿或一 或一百亿分 那当然就不太一样 一千万我要考量到说 将来我离婚的时候 我后半辈子 我的退休金 一个人这样分下来 只有五百万 我够花吗 不够花吗 这种情况之下 不排除双方在这个金钱上面 就计较的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像张青芳这种 或像盖茨 基本上几百亿 我在想是说 我如果拿到一亿 我也觉得很开心 反正这辈子用不完啦 那我有必要为了这件事情 到反正去跟他对付公堂吗 而且真的我真的拿到以后 我这辈子花得完吗 好像也没必要 所以在我们来看 在这种案件里面 其实讲起来 大家就是好聚好赞 大家把钱都谈一谈 就不要再去细分 剩余财产分配 或者是赛养费 不然的话 按照我们法律的规定 讲起来应该是优先算 剩余财产分配 因为你竟然拿得到钱了 干嘛要去跟他分赛养费 除非说你自己说 我一开始我就全部抛弃 我都不要跟他要剩余财产分配 那但是因为我名下 什么都没有钱 所以我要靠他一样 但是在我们来看 该有你的权利 你为什么要放弃 对 那律师刚才有提到 这个精神胃腹筋 就是说在夫妻双方 在离婚的时候 他可以请求的就是 刚才所说的剩余财产 是优先第一药物 再来是精神胃腹筋 那这边所谓的精神胃腹筋 通常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有精神胃腹筋 食物上面比较多 就只有两种状况 你能够证明 今天离婚是因为对方有外遇 是 限于外遇吗 出轨 出轨 就是重婚外遇 对 然后再来就是说有严重家暴 好 是 对 这种情况之下才要得到 可是实物上 我们也不排除 所以通常要得到 大概只有外遇 因为在家暴部分 我们也曾经有碰过 就当事人 夫妻之间口角争执 总是会有 在口角空虎当中 你就讲一句 你打啊你打啊 你不打你就不是个男人 类似这样之类 你就挑衅造成 这样的状况之下 法院会认为双方都有过失 所以因为 那个精神胃腹筋的部分 也未必可以拿得到 所以我才说 与其我们在离婚的时候去谈 精神胃腹筋 谈赡养费 我们还不如先认真来看一下 剩余产分配 我可以分到多少钱 这个部分还比较实际一点 而且你知道 剩余产分配可以分一半 那赡养费不是 赡养费基本上法律上给的就是 你等于是叫对方 等于是延续 离婚之前 我本来应该有夫妻护肤的 抚养责任义务 那离完婚以后 本来就没有养你的义务 那现在只是说因为 基于夫妻一场 就基于说你在婚姻中 你牺牲了 所以我们这种情况之下 才多了几年的抚养 所以这种抚养本身 符合一般生活水平而已 符合一般生活水平 目前讲起来 法院充电上就是按照 这个行政院 国民生活水段 对 然后就是那个 那个行政院主机处所做 每一年公布的 对 每一年公布的 那个可能也不 没有多少钱啊 就按照你住的地区 大概就是2万 1万多块 2万出的 在台北市大概要2万多 2万8左右 2万8 对 按照就调整 这样往上 对 就促进到这个金额 那你相较于我们 你看一分分个几亿 这样差别就大 所以与其去想散养费 在我们来说 我们都是鼓励当事人 身份散养分配 能拿多少是多少 尽可能能拿是最好 所以我们要讲就是说 散养费的取得本身 其实是不排除 双方用约定的方式去办理 而这个约定不单单 只有在协议离婚的时候 可以办 基本上你在这个 调解离婚的时候 或者是法院 和解离婚的时候 都可以用双方 去协商的方式 去谈妥 那法院只要写在法院的 这个调解笔录 和解笔录裡面 那个调解笔录 跟和解笔录 等同是法院的确定判决 那原则上 就可以如果蹲得有一方 该附而不附 那法律上面就可以 直接拿这个调解 跟和解笔录 就去强制执行了 那走法院的这一条路 是最不好的 因为法院的条件 太严格了 基本上是拿不到的 太严格了 对 严格到 我们坦白讲 就是说真的 那我又为了这个符合 照理说现在要鼓励这个调解制度 没有 这个部分我真的要讲 就是说 其实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我如果想要争取子女监护的时候 就会让很多想要要赡养费的人 就自己先主动先放弃了 然后再来实务上面 你真的离婚的时候 如果夫妻俩真的已经婚离长当 十年二十年以上 我们期待的就是在这十年二十年 大家共同一个金额 所以我们从生予赡养分配 就可以先谈起 唯有是什么都没有 我再来要赡养费 其实是蛮可悲的一段 是 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另一则案例 小山呛原配拿赡养费的案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赡养费的案例 这则案例其实我们在社会新闻中 常常可以看得到 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例 我们想请教佩颖了 就你的看法如何 你有没有遇过类似的案例 像这个案例当中 她是丈夫呢 她就对于自己的孩子这一部分 就一般是对自己的孩子 会愿意多留财产嘛 那他没有不愿意留财产 反而是给了小三 这个是不是 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结构问题 其实你知道 我觉得这个案例也蛮特别 但他也真的是 实物当中我会遇到的状况 你知道很多夫妻 他们因为情感困扰来找我 大部分并不是这个先生 有多么不负责任 多么爱外遇 多么一个渣男的现象 通常都反而是因为这个先生 可能太孝顺跟太负责任 以至于他没有办法照顾到 太太的心情 所以我常会说 在实物当中很容易出状况 叫做孝子问题 孝子问题 孝子问题 其实让婚姻很容易出状况 因为基本上 他就是听了妈妈的话 所以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那我们来看 孝子问题怎么影响到 关系的结构 就是因为我听到的案例是 他因为妈妈的话 娶了妈妈允许的老婆 对 妈宝 好 妈宝 然后因为妈妈说要娶这个人 然后他也就跟这个人结婚了 跟着这个人结婚了之后 发生什么事 当然他就不爱这个人啊 是啊 他是妈妈要的媳妇的样子嘛 那这个媳妇也就乖乖巧巧的 很得婆婆的缘嘛 那所以他们也咚咚咚的 就是两个小朋友就生下来了 那生下来之后呢 你知道我们人有一个 很奇怪的心理机制 你知道真的所有的父母亲都会讲说 我没有偏心 我没有偏心 可是当你那一段时间 跟你的另一半吵得特别凶手 生下的那个孩子 你不知道为什么 你就是跟他不亲 是 你就是跟他不亲 你很难跟他亲 好像你每次要靠近这个孩子的时候 你那个关系当中 所有的冲突跟痛苦感 通通都会冒上来 所以你知道我看过很多就是 父母不愿意亲近孩子的 有时候是因为要嘛就是这个人 长得太像爸爸或太像妈妈 的时候会唤醒他对关系当中 非常多不舒服的感觉 就没有办法亲近了 那这个小三的状况又怎么了 这男生也真的是很特别 他来喔 他一开始没有想要离婚 他一来就是告诉我说 老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怎么维持这个三个家庭的平衡 我怎么跟我的爸妈平衡相处 跟我的老婆平衡相处 跟这个小三也平衡相处 他想要全部都要 可是为什么这个小三 对他来说这么重要 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觉得心动的感觉 而且第一次人生在叛逆阶段 男人一叛逆起来很可怕 很可怕 而且男人很多叛逆是中年之后的叛逆 所以这个男生他也很特别 真的就是45岁的时候开始叛逆 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 然后非常非常爱 而且这个是让他所有愿意颠覆一切传统 跟就是为爱走天涯的那种感觉 但是当然还是有一丝丝的理智存在 那所以我回来用 如果以这样的案例 用这样的心理结构跟家庭结构 来看这个例子的时候 你就会去思考到的是说 会不会这个男生从一开始 他对于婚姻 其实他就有非常多没有办法控制的 或者是言不由衷的东西 口是心非的东西在里头 但是他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有非常多男人为了承诺 为了负责 为了做给家庭看 他们会有非常多言不由衷的现象 但是我们在进到亲密关系的时候 或进到婚姻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知觉到这样的现象 是很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你反而要回来去思考 是说很有可能这个先生 跟原配本来之间的关系 就没有多高的透明度 他们之间有很多的秘密 有很多的隐藏 有很多根本已经是不亲密 甚至是假面婚姻的状态 然后他遇到一个这么敢要的小三 其实他的心就会整个被他抓走 所以你说这个钱会去哪里 说真的人在什么地方花钱 人不会一直想要花钱在责任感上面 人会一直想要花钱在 他觉得能够获得快乐的事情上面 心灵支柱的事情上面 所以不是有很多很有钱的人 会放很多钱在宗教吗 是 没错 对啊 就是宗教是他的责任感吗 不是嘛 宗教是他的心灵支柱 所以小三很有可能 已经变成他心灵支柱的时候 那他当然就把钱放在那里 所以我们其实都要回来 反思的一件事情说 不是用婚姻去要一个人做什么 而是你这个婚姻里头 你有沒有真的是一个人的 靠岸的地方 这是我们彼此都可以去思考 这是最核心的东西 对 那这样子 小三一定是心灵支柱 小三看起来是他的心灵支柱 所以小三的现在的脸孔 让大家蛮焦虑蛮害怕的 是是是 尤其通奸除罪之后 对啊 那时候 这个损害赔偿 不是不是损害赔偿的问题 是很多男生真的有外遇 不怕让老婆知道了 越来越大胆 对 因为已经没有刑事责任了 那就是看原配要不要去提告 损害赔偿的 对 就这样 我是听说法院的损害赔偿利益相关的 通奸罪废除之后 引发的损害赔偿利益 在法院民事法庭当中大幅增加 因为基本上他已经不怕了 就是他已经没有刑事责任可言 然后再来就是民事的部分 只要能够 我不见得要拿到抓奸在床的证据 那只要有牵手 合照 这些部分法院也得上度开放 所以这个斗案件其实就越来越多了 好 那纪律师我们再请教一下 除了原配以外 可以拿到赡养费 这种可以有法律的规定 那同居人像这种小三 他是不是也有赡养费呢 法律上面是规定 那个小三基本上同居人是没有 但是只有一种例外 那就是说在死亡的时候 就是按照我们的那个 相关继承法有个规定 如果你生前有受抚养的人 到了你死亡的时候 那突然间就没有抚养 那这种人 因为生前有受这个 被寄生人抚养的这种情况之下 他是可以要求 酌给一些生活费用 酌给生活费用 对酌给生活费用 这不叫赡养费 这不叫赡养费 但是所以这个条款 常常被人家叫做 就是小三的条款 小三条款 但是前提是 这个被寄生人要死亡 等于是你依靠了这个人要走了 才有权利来要 不然除此之外 法律上面是绝对没有给 所谓的同居人 这样的一个赡养费的请求权 这也是为什么在同婚的部分 他们不断的强调说 我希望能够得到一个结婚的保障 因为唯有结婚了 经过法律上面 认可你们的婚姻 是我法律所保障的 相对来说 才有所谓的夫妻相互财产的一个 夫妻的相互辅助的义务 然后再就是所谓在离婚的时候 关系结束的时候 我也有一个财产分配的请求权 然后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才能够互相买保险 等等的部分 对 好那接下来要请教佩莹了 夫妻离婚原本是同意付赡养费一方 那为什么常常看到 有些人就事后就反悔了 本来说要付后来就不付了 那这种这他又是 为什么会这样违反承诺呢 你就要看他是不是在一个 急着脱手的状态下 所给出的承诺 我常常遇过一种状况 就是他不是要离婚 就是因为那个男生外遇了之后 然后为了要复合 然后为了要复合的时候 然后女生就跟他说 你要跟我复合可以 你从此以后不能再跟所有的女性 有思绪 是 然后也不能再加任何的异性 赖的好友 就会签了一些很多约定 你做不做得到 对 然后他当然就说为了要回来嘛 他就说当然做得到做得到 如果我跟你 我现在跟你说做不到 我就没有办法达到我的目的 对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所承诺的东西 早就超乎自己的能力 或超乎自己的 的那个需求 或违反人性好了 但是你为什么你还是要答应 原因在于如果你不答应 基本上会没完没了 会无止境的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答应 给了赡养费 其实他们就是你知道我们常会说 急着要分开的人就输了 原因在于因为你急着要分开 所以所有对方所要求的一些不合理的 条件也好或过多的条件也好 你都会一口气的把它承揽下来 但原因又在于什么 其实是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在离婚前 所有人在离婚前 其实他们很多的压力指数会是报表的 所以在报表的压力指数之下 其实他们常会做出某种程度 有点错误跟容易后悔的决定 但是离婚的初期 他们会瞬间觉得 没有这个关心的压力 我现在觉得松了一口气 可是当后来关系开始冷静下来之后 你回到生活的常轨的状态之下 你开始恢复冷静的思考 你就会觉得太多 而且那种不甘心的感觉 就会觉得更强烈的冒上来 因为可能在离开初期 你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需求 包括你想要跟谁赶快在一起 或者是你想要赶快解除这样子的痛苦感 可是当这个痛苦感 或者是亲密的感觉被满足了之后 其实你的理智等等的东西 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回来 慢慢的回来 你就会开始进到一个 比较有办法真正理性评估的状态里 然后你就会发现 我之前给了太多太夸张的承诺 然后那时候他就会开始有后悔的状态 对好那纪律师 那如果这种配偶 故意不付赶养费或付不出来该怎么办呢 我都跟当事人讲是说 在签约的时候拿到的是真的 然后离完婚以后才愿意给的 你要当那是意外之财 你不能靠他来生活 但是我们还是先回来再讲法律一下 法律原则上呢 在我们法律上来看 就看你当初的内容是怎么的 一次怎么做 他养费是怎么约定的 如果说你是用协议离婚的方式 等于是双方自己签了一个协议离婚书 那而且就是付证书所完成离婚登记 那这种情况之下 等于没有法院的认证 所以在如果对方有违约不给付的情形 那你恐怕就必须要拿着这个离婚协议书 去法院去申请旅行契约 然后经过法院判决认可说 对这样子的 这是双方的约定 而且这个约定本身也并没有所谓 不能无法实践的状态 干脆谈的时候就干脆签个本票吧 强制执行吧 对没错这个比较快一点 但是如果你没有签 很多人也不知道要签 当下很难让对方签 其实就像刚才那个心理师讲的 谈判桌上谁急谁就输嘛 谁急谁就输 他如果急着要走的时候 你叫他签他就会签给你 所以如果当初记得这样做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 你只是回到协议离婚的时候 那我只能说那你还是得走法院的途径 那基本上就是一定要经过拿了协议书 然后再去法院去请求旅行契约 旅行契约之后拿到法院的申诉判决 你才能够申请强制执行 那如果你是和解或者是调解的 这种就是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和解离婚跟调解离婚 那这个都是在法院办理的 那法院当初就已经认证过了 所以和解调解笔录等同是法院的判决书 确定判决书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其实和解离婚 和解跟调解笔录基本上是和解跟调解离婚的 原则上只要拿的和解跟调解笔录 各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那判决离婚也是一样 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就可以 但是实务上也不可会言一件事情 前提强制执行的前提 还是建立在对方名下有财产才有办法 对 好谢谢两位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夫妻离婚最好是好聚好散 谢谢两位 谢谢您收看行动法庭 我是苏卫荣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